大家好,我是阿妹,好久不見 大家好,大家非常非常的享受 完全忘了剛剛總監他們在分享什麼東西了 糟糕,好,歡迎三位 來,我們請丸頭跟觀眾朋友,媒體和閨蜜問好 大家好,我是小春 大家好,大家好,壽子 嗨,大家好 我是大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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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四位,這個畫面非常經典 第27屆金曲獎的時候 這四位曾經也同台聊演過 那年的主持人也很完美,剛好是我 那我們就非常有緣又站在這裡偷拍了 而且現在他的丸頭會很珍貴 因為他們今年單飛不解散 對,所以很特別 媒體的面子也很大 沒有,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這一次呢 知道說可以代演這個完美世界M 然後通常代演的時候 歌曲都是偏向比較抒情 或者是比較情感 那這一次呢,我覺得很棒的是可以跟三位帥哥一起合作 用饒舌的方式 然後呢,就是遊戲公司也都接受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膽的挑戰 你們真的很酷很屌 然後剛剛講到捏臉的部分 我光捏臉都捏了半天 那波萊捏出了什麼嗎? 捏出了一個怪物啊 什麼顏色的? 粉紅色的 粉紅色的 完童,你不要看到酷酷 他們都是少女星來的 也別... 好啦,就這樣吧 就好玩嘛 對不對? 這就是角色扮演嘛 再找個理由 對,找個理由換一下風格 我們一直在找說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跟遊戲也好 然後跟美姐也好 這整個結合 其實我覺得花了蠻多時間在前面討論 對,然後 其實就是蠻感動的 因為最後進錄音室那天 就是 美姐的聲音一進來 真的是還蠻感人的 可能因為我們前面在錄音室 我們自己搬成分了好幾個四十個小時 我們都已經不知道好愉快 然後等到他聲音一進來的時候 就覺得 哇,這首歌真是富於靈魂 是是是 對,很喜歡 這個是講到Better Days的創作的過程 那其實就是第三題 我為的是配樂 在外國人的配樂 沒關係 沒關係,反正講就講 聊到哪算哪 因為我們私底下有在聊 有聽到你還在拍 美姐呢 你也應該感受到那個捏臉細頭的神奇吧 有剛剛稍微玩了一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 他其實有點像那個 我們女生拍照有沒有 都希望那個臉可以漂亮一點 所以這邊塑一下 那邊大一下 然後你們嚐一下 對 是是是 剛剛呢 答應你在看什麼 我沒有在看什麼 我沒有在看什麼 我在看他們在幹什麼 我也發現他一直在叫 不知道在掉什麼東西 好,我們回頭 誰惹他 可能有他的朋友在台下 好,好 沒有就是 他 就是這個角色呢 他也可以變髮色啊 還蠻好玩的 超好玩的 對女生來說 應該是很刺激 可以變身 又有在遊戲的世界 不過呢,能夠做代言 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是有力量 其實就是跟我們都很像 對啊,所以 其實玩遊戲 我覺得做自己 是已經很快樂的事情 其實跟我們都很像 沒錯 所以就是傳遞 比較正面一點的音樂 謝謝謝謝 我目前人很多 我後面聽不到 柔子呢 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或是這次的代言 接到的時候 應該很興奮吧 畢竟這是一個 十三年來所有玩家最愛的經典 其實就是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緊張吧 對啊,因為就 沒那麼擅長 就是代言啊 所以 就是還蠻緊張的 可是看起來 一切都還算順利 對啊 而且有Mason在你Pass嘛 對不對 對,我也是抱持這樣的心態 對啊 跟在妹姐旁邊 沒有沒有 不要一直妹姐 叫阿妹好了 唉唷,不好意思 你就是Mason 嬌嬌 嬌嬌 唉唷,我都四十七了 你還叫我嬌嬌啊 嬌哥 沒辦法,我認識太久了 阿妹 從我們下午 就是中午彩排 一直聽到現在真的非常熄腦 而且非常到位 創作路段剛剛講到 當阿妹進來錄音的時候 整個歌有個靈魂 但在寫的過程呢 有沒有什麼小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實因為 因為我當初就在想說 我不想要就是很 內容都是很在講遊戲 我覺得這樣有點無聊 因為就是就很籠統 好像很傳統的說話 對,我在想說完美世界 我就設定一個畫面 就是說 問我們自己心目中完美世界 什麼 因為我是會禱告的人 所以我相信天堂 所以我其實 這首歌其實 你如果注意聽的話 其實我在講的就是天堂 對,然後 如果有一天 如果我們真的到天堂 到一個全自由 全新的地方 然後很自由 很完美的地方的時候 他的感覺是什麼 這是我想要做出來的感覺 三分之中 對不起,我才低估他 對,應該開始 說到這個歌 我其實還沒聽到的時候 我在想跟婉童合作 他們會不會用我rap一段 什麼之類的 就自己在那邊幻想 有沒有 你想嗎?你想要我 就是有點幻想的感覺 就覺得好像可以很刺激 很期待這樣 我覺得有機會 有機會 我們就把你安排 好啊 有機會 說真的喔 對 好 叫他鞋子 好啊,他換鞋子 然後我就 我就 聽到了那個歌 然後就這樣聽 就 小春 搖蛇 然後大悅搖蛇 然後我沒聽到瘦子 我說他瘦子還沒唱吧 然後後來問他 他就說 空白的地方就是你要唱的 我說那那你沒有 你沒有饒蛇 然後他說 我可以跟你一起唱 我就說 哇,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挑戰 瘦子 他放棄了饒蛇這件事情 他唱歌 而且 說實在 在錄音室聽 唱得還挺不錯的呢 有解釋在 其實是因為寫饒蛇的字比較多 唱歌的字比較少 我後面有點偷懶 我說好,不然就唱歌好了 所以就 饒蛇讓其他兄弟來做就好 沒有,因為我覺得整首歌已經太多念了 所以我覺得 不要為了自己想饒蛇 然後又再夾一段 啪啪啪進去 我覺得整首歌會很激 是 而且他一直也是說 你可以唱 對,我覺得他可以唱 他唱得很好 平常饒蛇饒慣 我們都不以為說 他就是可能是唯一不全 其實他是很OK的 很OK的 是Auto-tune 哦,用tune的 或者用錄音室 用電腦Auto-tune 你太客氣了 為了證明你可以唱 來 我不要 無極限的事情 才能夠好想在自由的世界 達到完美無限的精神 哇,謝謝四位的分享 不過最後我要問美景 是 因為剛剛我們董事長啊 這個總經理他們在台下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位置 就是 在錄音室裡面 他一直告訴我 對,形容 他說 你就飛起來吧 在草原上面 在沙漠上面 那我覺得 我覺得翅膀 我都希望 每一個人都 可以想像自己有一對翅膀 那想飛到哪裡 就飛到哪裡 不要限制自己的那個想像力 然後 如果你的夢想在哪裡 你就 勇敢的飛往外面去 對 還有真能量的 不過限制的智要捲舌 限制 不要限制 限 智 OK 好恐怖喔 還好是他過來 他的保全過來 不然是他 你站好 好 好 今天過一遍 嘉 我跟你說 小春今天已經話很多了 對啊 我就很感動 對啊 謝謝你 你要多笑 有在練習 不好意思 辛苦你了 多練幾次了 今天有很多大老闆在 帶人要開心 對不對 雖然你們的酬高除以三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又帶小孩 我知道 辛苦你了 笑開心一點 來解散解散分兩邊 我們來試